孙军为什么能赞华雄 因为梁州华雄的队友是并州的吕布 关羽为什么能赞阎梁 因为河北阎梁的队友是河南的郭徒淳于雄 吕布为什么能赶走迷川和张飞 因为徐州迷家的队友是丹阳的曹报许丹 孙军为什么能杀关羽 因为元老关羽的队友是荆州士族潘俊 祝国梁为什么能赞张和 因为非士族的张和的队友是士族司马懿 看懂了吗 最致命的往往是队友 一家一小语一 比如说董卓金里的梁州人 宾州人不合 但董卓让梁州人胡真 华雄和宾州人吕布一起出战 结果出事了 袁绍军里的河北人和河南人不合 结果袁绍飞到一起出战 出事了 有人说了 这些主公傻吗 干嘛非要把他们弄在一起呢 主公不傻 那必须弄在一起啊 你手下有两个派系 现在有项目做 你让假派系去做 让乙派系看着吗 那乙派系能干吗 只要是个正常的主公 都会让一人一半一起去做 比如赤壁之战 孙权让陈浦和周瑜当左右都 一个是孙杰元老 一个是孙策的怀思派征伐系 再比如相反之战 孙权计划让吕门和孙娇为左右都 一个是怀思派 一个是宗氏 吕门不干就换成了陆逊和吕门一起 一个是江东士族 一个是怀思派 有人说了 如果不这样做 我只派一个派系 就让另一个派系看着 那怎么样呢 那有项目做的假派系 就会越来越强 没有项目做的 乙派系会越来越弱 就失衡了 然后假派系 就能彻底干掉乙派系 一家独大 然后假派系 就会携你一令诸侯 比如诸葛亮南征 李延干看子 诸葛亮七情七宗 不断长经验 新能量 李延干看子 诸葛亮一次次北伐 每次能量都变大 纯相府变成了霸府 李延干看子 失衡了 诸葛亮裁合掉李延 荆州派一家独大 而走彻底成了亏类 所以对于主公 这是个反面教材 必须让两家 一起做项目 形成平衡 有人说了 不是因为一起做项目 结果出事了吗 怎么可以一起做 一起做不内斗吗 两个制风中的派系 是一直处于内斗状态的 只要矛盾不白热化 不激化就没事 一旦矛盾激化 战役可能就要失败了 比如梁州的胡真 和宾州的吕布 胡真直接说 我们军队纪力差 我这次要杀个高级别的 来整队军纪 这说的是谁 要杀的是谁 不就是冲着宾州人来的吗 宾州人能干吗 吕布就散播各种假消息 来坑梁州胡真 结果全便宜瞬间了 有人说了 那梁州的胡真 为什么非要激怒宾州人呢 这是因为董卓 把宾州人吕布 分为了中郎将 跟梁州人胡真 平起平坐了 那梁州人能干吗 我跟你董卓这么多年 结果你新收了一批宾州人 他们老大吕布 还跟我平起平坐了 凭啥呀 董卓得制衡呀 分胡真为大毒户 安抚一下 结果没管用 胡真还是要找 宾州人的麻烦 结果崩了 有人说了 那董卓傻呀 为什么要把新收的 吕布分为中郎将呢 也是为了平衡啊 董卓一手梁州人 一手宾州人 这才能平衡呀 如果没有宾州人 他手里只有梁州人 拿天一觉醒来 胡真李爵 郭范 贾许 张继等人一起告了董卓 我们做了个决定 我们想让你女婿 牛府来当我们的老大 你退了吧 你是董卓 你不怕出现这一天吗 但你如果手里制衡着 就不会出现这一天 回到诸葛亮的例子 诸葛亮军队去北伐 是不留人质的 鄂斗手里没有人质 诸葛亮军队的孩子 待在自己身边 这不符合规定啊 但如果李延和诸葛亮的能量 平起平坐 那诸葛亮能做到 出兵不留人质吗 不可能呀 这就是平衡的作用 只有平衡 主公才能活得像个主公 手下人不敢乱来 所以制衡状态下的两个派系 内斗是一直存在的 只要不在作战时候爆发 就不会对战役产生影响 一旦爆发 大概率会败 比如关渡之战 河南人郭图封了 河北人拘售的兵权 河北人审配抓了 河南人许佑的家人 这怎么弄 这矛盾一白料化 说不住了 所以被曹军击败了 也就是打仗时 矛盾没有计划的军队 能击败矛盾计划的军队 魏国也有矛盾呀 士族和宗氏的矛盾 比如魏国宗氏曹修 他十丁之战战败后 第一反应是状告士族贾魁 他认为士族故意在战役中坑塔 认为士族故意来晚了 再比如宗氏夏侯坝 在和江维作战中 士族郭怀疑似坑塔 拿他当挡面台 再比如士族杜习 一直针对宗氏夏侯上 都存在 总结一下 我之前说过 士族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权臣 主公成为傀儡 那主公为了不当傀儡 就要弄两个派系内斗 然后微调 让他们永远内斗 永远势均力敌 主公就不会成为傀儡 那打仗时 这两个派系 为了争夺能量 都要出战 那就一人一半 平时有主公微调 所以双方是平衡的 现在军队出去了 主公微调不了了 只能赌命了 两边在配合中 互相使个小叛子 真个功 这是常见现象 如果斗的有来有回 势均力敌 这场仗打敌人 不会出事 如果不是有来有回 有一方一直在占便宜 另一方一直在吃亏 那主公人又不在 无法微调 吃亏人那方急眼了 下死手 那对方也恶火了 来真的 这完蛋了 这还哪能打得过敌人呢 公司小的时候 打仗主公自己当统帅 能时刻微调 不会出事 一旦公司大了 主公不能亲自当统帅了 或者主公搞了几个分公司 分公司内斗 主公干预的成效变弱了 还是要出问题 很多网络小说 都幻想穿越 回去当主公 当的万一干啥 不受罪吗 直刻小心翼翼去调频 心里有个天平 这行为的增加和减少多少 听到一点分身 就脑补一场大戏 怕出事 分身鹤立 如履薄冰 一身一鬼 屠傻 有的主公还乐在其中 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 洋洋得意 结果往往一夜过后 病得卧床不起 口不能言 不能拿笔 连诏书都是净成 握着他的手写的 即便不出现这种事 你壮年时脑力还跟得上 老年时脑力不行了 这不得逼分自己吗 所以想穿越回去 当主公的同学们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 主公都在经历上